大家好,刚刚我听北京的一个兄弟告诉我的 说最近财新传媒以内参的行制 胡适逆的财新传媒以内参的行制 向所有的中共中央委员发布了一篇文章 说是通过王岐山的渠道 通过老干部的渠道 退休老干部的渠道 讲了一个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是要解放思想 湖南开始搞解放思想 山东也开始搞解放思想 用统一思想来解放思想 用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 其实是新的一轮打造习近平的独裁体制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舔习包子马屁的一个动作 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说真话 说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 这是天大的事情 咱一定要事实就是 一定要讲清楚 到底我们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样 习主席说风景这边独好 常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说这个国安局下场 禁止所有的人呢 叫舌头 是吧 说这个国安部索性的四种人 不准这四种人出国 其中最大的就是 不准现在的这个任何公共知识分子 说中国的经济不好 这个东西呢 搞得大家越来越懵圈 上面的说中国经济好 下面的人呢 没工作 这个东西会构成一个巨大的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真的不好的话 这个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国安局要提醒老百姓要自救 是不是要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人类时候的经济生活 它就是这样子的嘛 但是你公开的直面这个事情 你承认经济它是有周期的 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了 现在该过点苦日子了 经济处在下行期 你这样通过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和理论 给老百姓讲清楚的不香吗 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大家说好呢 是不是都不行啊 然后他们就讲说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心态和真实的判断 否则的话 这个国家要造大麻烦 说这个财新呢 又搞了这一套动作 说这个上一次啊 在2023年的12月份 财新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敦促这个官员要实事求是 八十年代的套路嘛 是不是 说这个引起习包子的不满 完了以后财新呢 后来就把这篇文章呢 就是自己主动就删除了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一回呢就学乖了啊 没有在财新的官媒上面啊 官网上面去放这个文章 而是通过内参的方式 贵请习主席啊 贵请所有的中共中央的委员 贵请老干部一定要直面这个事情 否则会遭遇天大的麻烦 经济形势不好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 一定要认识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啊 就是说这个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形势在某种意义上面啊 就是在直面事实这个问题上面 甚至比上个世纪70年代末 这个文革结束 中国经济百费代新 处在一个彷徨时期 是吧 更加严重 说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死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三中全会还没有开 就这段时间 华国锋呢 搞两个凡事 四人帮也打倒了 但是呢 所有的报纸 所有的这个官方的媒体 都说这个 华主席很英明领袖 华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向前进 是不是 国际形势 国内形势一派大好 我们中国特别有希望 所以那个时候从上到下 又把华国锋这个人 华国锋这个人又顶上神坛了 伟大领袖华主席 华主席是不是 经济形势一派大好 实际情况就是 民生凋敝啊 很多人都没饭吃 没工作 没饭吃 穷的叮当响 我在我的这个百年经济日笔记里面呢 专门就讲了这么一张 1978年到1980年这一段时间 大概两年时间 北京的人的生活和上海人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叫一个穷啊 是不是 所以年纪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城里的人有多穷 农村的人有多穷就根本不可能了解了啊 什么不是说这个就讲万里去农村里考察嘛 大冬天的一个小孩啊 然后呢坐在那个一个炒饭的锅里面是吧很大的一个铁锅嘛就觉得很奇怪啊 原来是一个小姑娘她没有裤子穿 冷 一个也不小了 估计都快发育了 知道吧 然后呢 那个锅呢 是刚刚估计是烧过火的锅里面还有一点温度 就坐在那个锅里面 就把这个温度不要浪费了 就穷成这样 一个女孩到了十二三岁了 没有裤子穿 光着屁股在外边跑 真的 哎呀 穷成这样 说当时呢 邓耀明之所以很伟大 其实除了说毛泽东的这个人生呢 是三七开之外 最大最大的一个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十一月三中全会里面呢 就讲了一句牛逼的话 就国民经济进步文革的折腾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这句话 但是当时的主流媒体不是这样子的 是官方坚真行事大好 实则是民生凋敝 老百姓连裤子都没有穿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呢 他站出来啊 他就是要说点真话 这个东西 用我的这个分析框极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过无数次 八十年代最值钱的就是解放思想 但是经济的解放思想 和以前的解放思想 完全两码是 经济的解放思想 其实是统一思想 过去的解放思想 是真解放思想 是不是 其实你现在回头一看 过去解放思想 解放就两件事情 第一承认他们的穷 是不是 民生凋敝 老百姓没裤子穿 行不行啊 然后用了一句文件里的话 进入官方的 十一页三中全国的公报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是不是 就这句话值钱 非常的值钱 还有第二个 这个解放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要频繁昭雪 频繁昭雪 所以你从经济层面来讲 最值钱的一句话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一个是 文革到了1978年之后 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一旦这句话成为官方的主流的宣传 主流的意识形态 你想想你接下来怎么办吧 还继续崩溃吗 是不是 所以他说他们这边财新 就说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到底中国经济是风景这边独好呢 还是中国的经济 又一次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呢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让习包子承认 现在的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他不可能 但是他心里是有数的 知道现在经济这么搞下去会出大事 所以他一通的一通瞎折腾 一通乱搞 是不是 吃大锅 若炒小菜 这两天 我熟悉的企业家的峰会 雅伯利峰会又在开 就是你会发现 这帮企业家 他们心里非常的迷茫 他们说话 我听了几场 他们说话特别小心 身怕得罪习近平了 就包括余明洪这样的人 说话特别小心 然后又感觉到自己 觉得习近平的这个人 是不是有可能 有一天又开始搞经济 处置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 但为什么有这种模糊 有这种不知所从的状态 就是因为习包子释放出来的信息 非常的 非常的吊诡 非常的不确定性 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这么大一个领导人 你说话不靠谱 这个国家怎么办 那不麻烦了吗 那不麻烦了吗 最典型的就是 前一段时间不准搞教培了 是吧 所以教育培训 要把它打掉 这会儿又说又同意搞了 你不是开玩笑吗 就像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习包子开始搞风控 把人人都锁在家里面 说这是个长职久安的工作 个地都在修这个方舱医院 修各种这个 什么港庭 什么核酸检测港庭 好像要把这个东西 要搞它几十年 二十年 甚至有一个叫核酸产业 是吧 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在做 结果一夜之间就不干了 是吧 你现在你想想那些个核酸产业的那些个亭子 花了大价钱搞的 那些个每一个省 每个县里面都有的方舱医院 一个一个的白房子 现在去哪儿了 不见了 是不是 就是朝令夕改 所以你看一个国家 他是不是有希望 你就看他是不是稳健 是不是 你不能够朝令夕改 我们这些人没当过官 也没发过财 但是你做事情 你管事情 你做事情 他有个基本的常识 你心里要明白 比如说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 从25岁开始 25岁那年 我要想当作家 26岁那年 我要想当领导 27岁那年 我想去牛囊 29岁那年 我想刷逼游 是不是 你每年一个玩法 一年一个姿势 你到了40岁 还不知道这辈子想干什么 你说这个人 他一辈子会有出息吧 他没有出息的 为什么呀 你不能够朝令夕改 你要 要hold住一件事情 把它做透 做精 你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 我经常煮我的自己的鸡汤 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屌丝出身 我也没有 好出身 也没有好学历 为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 是不是 就是我这些年 我坚持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靠任何其他的都扯淡 就写东西 好不好再说 老子坚持是不是 国家也是一样 你怎么能朝令夕改 那是不是 你今天一个姿势 明天一个姿势 下面的人就疯掉了 所以你会看到 那些企业家一个一个的 他为什么会疯掉呢 为什么脑 为什么会朝令夕改呢 因为他不执念现实 明白吧 为什么 席包子他不执念现实 他不承认现在中国经济遇到大麻烦了 他老觉得风景这边多好 你越是这样喊 中国经济越糟糕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听了这消息 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说这个财新传媒 这会以内参的形式 强烈敦促大家 敦促的中央委员 敦促老干部 一定要直面这个事实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们党就是这么过来的 不要自己骗自己 谢谢 谢谢